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好像陈鹏是在美国一个叫GIT学校毕业的 GIT在美国在吉他界来说这个是最难对的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理科的MIT 对啊 蛮难的 叫Guita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可以翻译成吉他技巧学院 是吗 对 近这学校学生一般的都有一定相当的基础 十几年的基础 然后近期想提高 但是尽管你是学了很多年 还是进去学不完就学的 因为他请的老师就是大概干了一辈子 打师姐 对 很厉害 大概你其实在这个学校借我多的来说 你来自中国大陆你大概是第一人 我是第一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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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较快的 看这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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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发展的学习是很好 但是真的发展这边也是很top 太厉害的人很多很多 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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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会loss 如果太多的information给你太多的东西 你就loss 你就找不到 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好 最后你最后要figure out哪个到底是属于你的路 自己走 好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陈鹏的这个 这个是13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曲子叫《红气球》 我们大家演奏一点点唱一点点让我们感觉一下家乡来信到底是怎么样一首歌曲 陈鹏可不可以给我们谈一谈它的旋律是什么 家乡有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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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封来信呢是陈鹏送来的 原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这个 这首歌曲呢 歌词实际上比较伤感 因为过去青梅主板的一个女孩子呢 来了一封信 所以现在已经做了别人的新娘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唱一唱 简单的我们大家来听一听 我们先唱一唱再来一来 随便唱一唱 好 谢谢 我漂泊流浪 在这异乡的路上 像鼓烟翩翩翩飞没有方向 忽然间接到一封故乡的来信 青梅竹马的女孩做了别人的新娘 沙纳间眼泪 模糊我双眼 故乡的一切 防护都在眼前 每个说爱我 说等我的女孩 再孤悔 在村口等着我 哇 好美啊 一个小小小小 你好 我是王伟 我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 奥马哈城 那是沃伦巴菲特的家乡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从小我就喜爱诗歌创作 喜爱音乐 会弹钢琴和吉他 会说四国语言 我还酷爱各种体育运动 参加过超级马拉松和奥林匹克级的铁人三项等 平时我喜欢打排球和网球 我1991年初以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留学 读国际关系政治学 后来又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和金融学的博士 1999年起 开始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担任金融教授 沃伦巴菲特曾经在此商学院教过书 六年以后我拿到终身教授的职称 现在是金融政教授和内布拉斯加州银行界特聘的荣誉教授 我的学生里面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我是基金研究方面的专家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我创作了六十多首诗歌 其中十一首在夜晚的旋律播出 非常感激陈鹏和这个节目 有这样一个平台跟大家进行灵魂的沟通 也非常感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与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好听的广播节目 而且呢里面是音乐加对话加精彩的故事 很多的节目让我们从中欣赏到了很高的 制作的水平 同时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希望在2016年我们继续收听陈鹏老师的节目 同时也大家努力一起为他的这个节目做出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袁野 在2015年就要结束的时候 首先我要感谢陈鹏老师 因为只有陈鹏老师的精心设计和制作 我们才能分享到这样一组色彩分成的高水准高品味的音乐节目 同时呢我还要感谢陈鹏老师精心的录制了我的原创诗歌 在2015年就要结束的时候 预祝夜晚的旋律这档节目 在新的一年里更加成功 也祝福陈鹏老师和家人新年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顾英姿 大家都叫我英子 我来自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 是一名电脑软件工程师 在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之余 我喜欢阅读和朗诵诗歌 跳舞 唱歌 运动 摄影和旅游 除此之外 在过去一年中我结识了不少诗人朋友 开始学习诗歌创作 《夜晚的旋律》第44期感恩节专场节目中 朗诵的就是我写的一首小诗 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和鼓励 让我非常感动 回忆这半年来参与《夜晚的旋律》节目制作 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在29和47期节目中 朗诵周源女士和外星人的诗歌 带给了我新的体验和诗歌创作的灵感 还有第32到35期 由陈鹏和善东编导的广播剧《笑花与笑草》 同样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热情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 我很喜欢《夜晚的旋律》 这个节目聚集了一批对艺术追求充满激情 工作又非常严谨认真的朋友们 与他们的合作 令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人生境界 让我感到生活既充实又美好 我希望能继续参与 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得到更多听众的关注和喜爱 吸引更多有才华的朋友 来到这里 最后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亲爱的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在水一方 我叫善东 来自济南 目前是一家设计院的副院长 国家一级注册结录师 我平时喜欢打打球 唱唱歌 自近半年喜欢诗歌 与诗会友 结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在此 我祝大家节日快乐 以心结友 作者 便宇舟 朗诵 便宇舟 有一种遇见 不曾邀约 却心有灵犀 于冬日下夜 感欢迎 心动 聊玄 有一种目光 不需谋面 却浅思期盼 于字里行间 寻觅你之语 艳艳 有一种关爱 不言相聚 却牵挂不弃 似兄长姐妹 情同挚爱手足 有一种诗篇 不在华中 只为高山流水 伴知音 心欲 相歌一曲 永远 信念之际 摇摇地送一句祝福 道一生珍重 好友 祝你幸福 安康 大家好 我叫马瑞 来自美国维基尼亚州 从事牙齿保健工作 天下时 我喜欢听音乐 偶尔也会巴拉几下琴 我喜欢书法 超书灵帖 写点脑笔字 我也喜欢各种体育活动 享受大汉灵律之后的畅快 在陈鹏老师精心制作的 夜晚的旋律32-35期节目 广播剧《笑花遇到笑草》中 我为林子这个角色配音 从小我就很喜欢听广播剧 喜欢电影意志的配音艺术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 真的参与到节目的配音工作中 非常感谢陈鹏老师 让我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梦想成真 新年快到了 祝愿陈鹏老师在新年里 带给我们更多美妙的音乐 把夜晚的旋律 这档高品质的音乐节目 越办越好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美梦成真 各位朋友 在新年里 万事如意 大家好 我是温迪 很高兴在夜晚的旋律里 跟大家相识 并得到大家的厚爱 新的一年就要来临了 我祝福大家 每天有一个好心情 每夜做一个甜蜜梦 让您实时有人关心 处处受人关注 元旦快乐 心想事成 当然 我也希望 我能继续 为大家献上更多的 您爱听的朗诵 谢谢 大家好 我是美国华盛顿地区 一之声广播的创办人 一 作为一名 有着十多年经验的 专业电视主持人和编辑 我始终如一地热爱着 播音朗诵这项事业 在2015年 我曾经与陈鹏 以及原创诗人王伟 合作了一首诗朗诵 《出本》 我想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 诗中那份纯真的情感 会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 也许 这就是诗歌与音乐 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吧 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我祝愿夜晚的旋律 越办越好 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与美好同行 大家好 这里是外星人 现在用最纯正的四传普通话 祝各位在2016年里 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朗诵上 更进一步 同时 也谢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中 对我的关注和帮助 谢谢 我叫吴波 带自美国的天南西州 是个医生 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 用诗碟这个笔名 来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我喜欢进体诗 也喜欢新诗 我很喜欢诗歌 带给我的那种 风花雪月般的感觉 把它作为我心灵里的一方净土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都很忙碌 有诗也难免会有一些牛曲 我总可以在诗歌里 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安静 渐渐的 它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很高兴 能参与到陈鹏老师 夜晚的旋律这个节目 他给了我们这些 诗歌号者每一个暂时的平台 我希望夜晚的旋律这个节目 以后会越办越好 同时也祝愿大家 新年愉快 万事如意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鸣静人 很高兴在2016年到来之际 各位在夜晚的旋律的栏目里 与大家相识 当然 大家一听就知道 一鸣静人并不是我的本名 解释一下 这个名呢是乡名的名 静是尊敬的静 意思就是 把一杯香茶献给您 我本人姓薛 我叫薛建章 来到美国以前有26年了 在华尔街的一家 证券公司 从事IT工作 很有意思的是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专业学的是日本语言文学 那么我平时呢 对唐诗诵词也非常的喜欢 可以说是我终生的爱好 我也喜欢播音 也喜欢呢 收听电台节目 同时 对这个文学呀 唐诗诵词 另外体育 包括NBA 美食足球 职业棒球 都非常的喜欢 希望以后呢 能有机会和大家 在这方面有些交流 前面我说过呢 我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把一杯香茶献给朋友们 那么在这里呢 祝各位新年愉快 来年吉祥 大家家人幸福健康 感谢大家 谢谢 新年 一名敬人创作并朗诵 陈鹏制作 闪着天外的金银 唱着无声的和弦 舞动你多姿的颜容 雪花 微笑着由远而近的 精彩分成 牵着北极的欧若拉 成这绚烂的童年梦 扬起你灵动的四体 迷路奔腾而至 伴随着冰当的铃声 吹起彩色的热浪 唤起不绝的轰鸣 明暗之间 明暗之间 展示你永恒的短暂 烟火是在心头绽放的 朵朵花灯 打开时光的隧道 遭开银河的长冰 就在时针 顾盼生辉的一刻 新年把你我一起 拥入怀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